988新闻线 在天气变换 我们不知道它会是突然间很炎热 还是突然间很冷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星期五了 到一下油价 星期就是明天开始的燃油顶价 RUN97会调降22件 而RUN95汽油和柴油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明天开始这个RUN97汽油价格 就会是每公升二令吉41件 RUN95每公升二令吉8件 柴油二令吉18件 李宗伟退役 国内外的球员现祝福 而敦马夫妇也是感性的打气说 健康重要 AES多故障 交通部就说不会公布细节 VDN车牌 陆兆福今天推电子竞标 法米指出幕后黑手有资金来组织 而且是掌握了数据 那烈火的老将就促请阿兹敏 请假方便调查 哈兹的父亲分析短片说 那不是我的儿子 MCMC就提到要查最先散播短片的人 没错 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网络媒体有传出 哈兹阿兹在校五点多的时候呢 在机场那边被警方逮捕 不过这个消息是还没有获得警方证实的了 那说到哈兹阿兹呢 是马来西亚政坛最近开始流传一系列男男性爱短片嘛 那这一个哈兹阿兹呢 他就是原产部副部长的高级机要秘书 他之前呢是很高调的拍片 承认说自己是其中的一个主角 不过他的父亲呢就认为说 其实这个短片里面的男子呢 不是我的儿子 他说呢 其实他是知道自己的儿子 承认是男男性爱短片的男主角之后呢 他自己本身感到很震惊 他相信说哈兹阿兹是异性恋 不是同性恋 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啊 就是这名父亲 他看了好几次这个视频 尝试是想要去分析这个片中这个男子的知识啊 一举一动 还有就是声调 过后呢他就说 其实整个视频是很模糊的 他自己分析过后认为 那里面的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 而哈兹阿兹呢 昨天就到警局去报案 他就指控警方骚扰他的家人 他说父亲已经报案这件事情了 他现在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呢 脸书那边啊 就贴上了父亲的报案书 根据内容 他父亲就说 昨天傍晚5点多的时候 5名来自武吉阿曼的警察 是擅自闯入他在古境的住家里巴 然后才表明他的身份 那由于当时父亲非常的害怕 所以就按照警方的要求 还有没有经过深入的检视 就签了一份文件 所以之后他们去报案 就是为了要撤销之前 所签署的那份文件 哈兹阿兹就希望有心人士 远离他的家人 还有要面对真相 不过呢 他在20分钟之后 又突然间把那个报案书的贴文 给撤下了 那你说到这个男男性爱短片 从公开到现在呢 其实每一天都有新的爆点 沙巴的公亲团副团长 比尔生 他就说 其实哈兹阿兹在今年的 山打跟补选竞选的期间呢 曾经有很多次 是向他打听阿兹敏的行程 而丝毫是不像和阿兹敏 有亲密关系 因为他昨天说的 好像自己跟阿兹敏 就是认识了很久 很熟悉 那比尔生就说 其实他在山打跟补选期间呢 他自己本身是负责包括了公正党主席 就高层啊 安华阿兹敏等等部长 副部长的一些活动行程安排 都是由他来做的 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呢 哈兹阿兹就在不断的去联系他 曾经有妻子是透过WhatsApp 以既要秘书的身份呢 就追问阿兹敏接下来会住哪里啊 他的行程会是怎么样 那哈兹阿兹那时候给出的理由就是 因为他的老板也就是原产部的副部长三苏呢 他也是要去到沙巴 所以是希望可以跟阿兹敏一起去竞选 所以呢就有跟他要求知道这个阿兹敏的行程 就想要一起结伴一起去那一边竞选 那看到比尔生他就有说 哈兹阿兹看起来是很积极的 还曾经打电话向他打听 可是他这个过于仓促的举动呢 虽然是让比尔生当时候是觉得不舒服 可是因为出于政治的立场和责任 因为毕竟是同一阵线嘛 他还是很尽力的满足哈兹阿兹的要求 就是可能给他这些行程嘛 那他有向媒体展示出 12页就跟哈兹阿兹的WhatsApp简讯对话 就说明对方其实就从4月27号开始 就很频密的去联系他了 那比尔生还说到竞选结束之后呢 哈兹阿兹就没有再联络他了 可是上个星期突然间再次打电话来 要求他不要对外公开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比尔生有说当时候他就觉得 这么这样奇怪的 但是他当时候也不以为意了 直到这几天南南性爱短片事件传开来之后呢 他才发现这个时候为什么当时候 当时候那个哈兹阿兹有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他觉得那时候原来是别有巨星的 那现在呢很多人都在猜测 到底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是谁 也有人猜测是不是跟公正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有关 而公正党副主席拉斐兹呢 他就强调他不愿意卷入 就是疑似阿兹敏的这个性短片的事件 甚至是主动缺席了公正党 星期三举行的这个政治局会议来 避嫌让当局去调查的 他就说他不出席是因为 无论公正党做了什么决定 他看起来都会是我一手策划的 所以呢他就说他要避嫌了 那说到这个拉斐兹呢 其实在去年年尾的公正党党选呢 他其实就组成了一个烈火墨西20年的团队 就是他的对手呢就是阿兹敏 他们是角逐这一个熟离主席的 可是最后他是角逐失败 而阿兹敏呢是有惊无险的保住了 这个熟离主席的位置 因为曾经是对手 所以现在应该要避嫌 那希盟的这个野心议员协调 议会协调员凯鲁他今天有说 其实这起事件不像是巫统或伊斯兰党做的 反而更像是公正党的内鬼所做的 那他有说 男男性爱短片经过精心策划 都是要终结阿兹敏的政治生涯 凯鲁丁也是首相顿马哈迪的忠实支持者 他有说这不是来自外部的 一定是来自内部的那些令人作偶的行为 还有很邪恶的人 试图要策划给这个内阁部长来一个致命一击 那凯鲁丁就有提醒这名内阁部长 应该要继续保持谨慎 因为对方会继续的施加压力 因为他们不会有所损失了嘛 那凯鲁丁就批评哈兹阿兹是毫无羞耻心 也没有尊严的来做一件事情任何事情打击一个人 那公正党的宣传主任法米也是说 涉及男男性爱短片的幕后黑手资金是很充裕的 而且是有组织性的 因为他所发布的这些短片里面的这些社交群体里面 不只是纳入了公正党党员 而且还有各个语言的媒体 显示说这个幕后黑手他掌握了数据 知道说要把谁给加入这个群体里面 而这个群组的意图呢 其实就是要向媒体制造一个公正党 出现了内部问题 包括说新中日报昨天也是有独家说到 所有公正党的国中议员呢 还有全国超过200个区部主席 也被加入了这些群组里面 而所有被加入群组的记者 都是有加入过公正党的 或者是曾经去过公正党 采访过他们代表大会的记者的 而像是我们这些没有加入过公正党的这个群组啊 或者是没有采访过公正党代表大会的 几乎就不会收到这些短片了 这样说的也是我们都没有收到 因为没有去 所以他们就从这边揣测 他是知道这些人是有 有可能是内鬼做的 那看到这个性短片事件爆发之后呢 西蒙基成领袖还有支持者 就组成的烈火墨西老将 今天就希望首相顿马哈迪 明确地定下一个权力移交日期 以安排公正党主席安华接棒 这个组织的主席伊德利斯·阿末 他就有说 只要定下一个明确的交棒日 就能够平定民间 还有西蒙内部的风波 因为他们觉得 马哈迪和安华交棒的时间 一天没有定下来 不只是会造成民间和投资者的不安 也是会让西蒙内部产生怀疑的 突然间把这个球丢到 敦马那边去了 那就有人记者问到 最适合交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伊德利斯·阿末回答说 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那与此同时呢 他也是有说到 马哈迪在阿兹敏卷入性短片 还有贪污指控的时候 在没有经过警方完整调查 就已经断定这个短片是 一花揭幕的 可是却在1998年 安华卷入这个钢交案 还有独职的指控的时候呢 却马上隔除了安华卧 所以要说安华现在的 敦马现在的举动 跟当时候的举动呢 其实显得有双重标准 所以呢 他们也是促请阿兹敏要先放假 让警方还有反弹会来彻查 同时也可以保障西蒙政府的名声 那说这件事情呢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将会调查 这一个性爱短片了 而且呢 是会优先鉴定 散播短片的始作俑者 那这个主席奥伊莎 他有说到 该委员会会加速来调查 因为这个案件对国家至关重要 不过他们也点出啊 说这件事情其实显示出 马来西亚现在是用 手机号码注册制度的嘛 这个制度好像没有什么效 因为尽管法律规定说 你要注册这个手机 就是用你的个人资料嘛 可是发现说 还是有人可以用别人的身份来登记 这个就是问题到最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鉴定说到底是谁 他这样子说 难道他还查不出那些 伪造 Najib Raza Tianchua等等人 那些号码的背后资料吗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这个不能这样子说 就是要看一下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公布 他没有公布 对对对 所以 可是他又讲有披露哦 不管怎样 希望MCMC也早点说 到底那些冒充这些政治领袖的人 他是用谁的身份去注册这些号码的 现在过来问的是 等一下会跟大家关注的这个课题 不过先来问哦 有网民就说 大部分AES系统已经故障了 陆赵福就说 交通部掌握细节 但是不会公开 你认为呢 那两个选项 如果你认为说 确实是没有必要去公开 到底哪一个AES能用 哪一个不能用 因为有没有故障都好 都应该要手法 要减速 你可以投选 Love 那如果你觉得 应该要公布哪些故障 哪些正常啊 司机是有权利知道的 那你选择 Wow OK那你可以上到我们的 988Facebook上面去投票 然后留下你的留言跟意见 那下一节回来呢 我们就会告诉你有关这个AES 到底交通部长是怎么回应啊 到底有没有坏咧 是不是真的是全部都 都不能用啊 这样子 那包括呢 我们也会谈到这个 我们的语谈求新 就是李宗伟退役了 然后很多人也给他们献上祝福 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 球员 还有国内的领袖等等的 下回来跟你说的 988新闻线 很快来到了晚上7点47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Denise 今天要跟大家说 因为之前有媒体不是报道过吗 陆路交通局的消息人士说 国内45部AES啊 只有四部是正常运作的 其他已经故障了 那当时候陆路交通局 已经反驳这件事情了嘛 但是还是有很多驾驶人士 就批评说 其实你那个大部分AES 自动执法系统 已经故障了 没有操作了的 那网民就批评说 你看现在变成虚有其表 到底是不是真的虚有其表 今天就有人问到 交通部长陆兆福了 而陆兆福呢 他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啦 而且他反问回媒体 你怎么知道说 这个AES有没有故障咧 我们当然不知道 所以我们问你嘛 所以他就强调 AES的存在 就是要警惕驾驶人士 小心驾驶 如果你已经告诉你说 这个是正常操作 这个是故障 那会不会是变成 很多人放胆的去超速驾驶 他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啊 那他就有说 交通部清楚知道 AES系统的操作 但是是不会对外公布细节的 那另外也是跟这个车子有关啊 如果你有这个竞标 车牌的这个习惯的话 可能要关注一下 因为陆兆福也是有宣布 从这个月的21号 5月的12点开始啊 一直去到25号呢 其实吉隆坡地区车牌 将会全面地落实电子竞标的措施 所以先是会由 VDN系列的车牌开始 那有兴趣的话呢 你其实是可以上到 他们的这个网站 就是JPJEBIT E就是ABCDE的E 然后BID.JPJ.GOV.MY 或者是你也是可以用手机APP 就是JPJEBIT来竞标的 没错 那当局呢 就有说 就有只是说到 吉隆坡地区有这样一个系统嘛 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陆兆福也解释说 因为吉隆坡地区 是注册车牌最活跃 而且很快速的地区 几乎每隔两个星期 就要有新的字母的系列出来了 所以呢 陆路交通局是有必要去 更有系统化的管制车牌竞标 那他有说为了保持公平竞标 民众你在往上竞标车牌的时候 是不会知道最新的这个竞标价格 而这个系统呢 只会显示 你竞标的价格 哪一个才是最高的一方 就是可能你现在标的是比别人高 那就是说你现在比别人还要高 OK 那另外一方面呢 陆兆福也是有宣布 陆路交通局将会在来临的7月1号 跟2号呢 在部场的交通部 会已经向这个电造车服务公司登记的 残疾司机呢 会举办一场商用车辆执照PSV的比试 让这些司机呢是可以考到执照的 所以呢 所有符合资格的残疾电造车司机呢 从今天开始是可以向你所属的这个电造车公司 来查询这个详情报名 而且要进行6个小时训练的课程 去准备这个考试 OK我们再把这个焦点转到去语谈 昨天呢我们的语谈一哥李宗伟是宣布他正式会退役了 那看到今天其实陆陆续续下来了 大马的一些语球名将啊 或者是世界好手曾经他的对手啊等等等等的 都有发文来致敬这一个语谈的传奇 没错我们来摘录一些外国球员的祝福吧 好像这个丹麦前语球男单名将彼得盖特 对他就说亲爱的李宗伟 语谈会在每一方面都想念你 感谢多年来你 你我一起经过的时刻 也祝福你和家人朋友在未来一切顺利 而西班牙语球女单一姐玛琳呢 他就说你激励了每一个喜欢语球的人 永远都是我们的英雄 那日本男单世界第一桃田贤斗 他也说到伟大的前辈李宗伟是退役了 他觉得有点可惜是 我从他的为人和比赛中呢 都有获益良多 那接着下来我是每一天都要更加努力 希望可以达到前辈李宗伟的水平 也说到李宗伟辛苦你了 那我们的首相敦马哈迪和夫人敦西蒂哈斯马呢 还特别录制视频上载到网上 感谢李宗伟多年来为国争光呢 马哈迪就说我感到感动和伤心 因为我们的冠军李宗伟已经退役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得到休息 以让他的病情完全康复 而敦西蒂哈斯马也说 不要紧得李宗伟 你没有机会赢得奥运金牌 不要紧得宗伟 对他来说 对敦西蒂哈斯马来说呢 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而你已经做出了正确决定 好像你的妻子和儿子都在身边呢 那就好像宗伟在声明当中说到的 已经开始教导儿子打羽毛球 那就希望有一天 获得机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打羽毛球 为你争取奥运金牌 我听到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你知道吗 你说到这个世界语坛呢 这几年呢 真的是都换了一批的心血 绝对啊 我们同样的也会期待说 马来西亚这个护起之秀 那国家的羽毛球男单教练 米斯本呢 他就有认为说 在李宗伟退役之后 其实世界语坛就是少了一个最出色的男单 那你看现在的国际语坛呢 其实他认为要想要再出现下一个林丹 又或者是下一个李宗伟已经是很难的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而是在这个国际语坛 米斯本呢 他今天就有说到 就算是目前的陶田贤斗啊 或者是时雨期 都不能算是稳定的大赛球员 他们的表现呢 还是会有起伏的 对 可以是很好的单打球员 可是如果要到李宗伟 还有就是林丹的这个级别呢 还有一段路的 而包括说在马来西亚 他也认为 还要有第二个李宗伟 其实会更难 虽然说很多人都看好李子佳会接班嘛 可是同样的李子佳要走的路还很长 就要看看李子佳的心态 到底有没有摆正去追求冠军的 这个心态了 米斯本是觉得说 李子佳跟李曾伟年轻时的个性 还蛮像的 场上的小聪明有60%一样 但是技术只有50% 可是体能目前是60% 所以米斯本认为 这不够 当你遇上更强大的对手的话 一旦拖入第三局吃亏 就会自己了 所以他都希望李子佳再努力的练习 来追近大师兄的距离 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因为过去 李宗伟一看到抽签成绩出来 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 那他认为李子佳这方面 还是要再加强的 当然呢 米斯本也是有说到 其实在李宗伟做出宣布退役的之前 已经两人有经过一个很感性的对话 也互相的道谢这样子 其实体堂今天 他有一件很关注的事情 就是美国NBA的总决赛 这个创对24年来没拿过冠军的 多伦多猛龙队今天是114比110 险胜荆州勇士 总比分是4比2 缴税了勇士要三连贯的梦想 而且猛龙还成为美国境外 第一支NBA冠军队 因为这个猛龙队呢 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职业篮球队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场比赛也让了多伦多猛龙的球员 也就是林书豪成为NBA第一个 拿到总冠军的亚洲裔美国籍球员 那你说到林书豪呢 之前他2012年就掀起了这个林来峰嘛 一度是让他的职业生涯去到很高峰 可是到最后呢就陷入低潮 后来呢 他8年的这个NBA的生涯里面 换了7个东家 加入猛龙之后呢 其实年这个出赛的时间也不多的 不过呢这一次呢就算是没有获得其他的回报呢 也总算是让他拿到了一枚总冠军了 嗯也是的 好今天我们的现在问呢 就是在问有关于AES啊 就是有一些人说 其实大部分的AES没有在做 在工作啊什么操作了 已经故障了 那陆教福就说其实呢 交通部有掌握了这些细节 可是不会对外公开的 那你认为呢 87%的人觉得认同不需要公开 不管有没有故障都应该要手法减速 那13%觉得应该要公布那些故障 那些正常司机才有 是有权利去知道的 因为你已经设立了一个AES系统在那边嘛 对 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呢 是觉得说不需要去公开这一个细节的 可以那边可以看到留言吗 看不到留言耶 今天应该有一些故障了 然后我看到说我们这里啊 就是想要读大家的留言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有办法点进去啊 对 所以是不是 哦看到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以看到吗 Joss Lee说 公开了就在那些地方飞车 那所以他觉得不赞同哦 金虎就觉得看个人啦 有些人红灯都照充了 AES公布公开 没有那么重要 然后呢 Yick Song他就说 不超速的话呢 你就不用管说 到底这个AES好还是坏了 对 崔恬觉得有没有AES都应该要守法 黄家威觉得 这个是国家资产 人民应该要知道 哪一个是好 哪一个是坏 不然呢 维修费的账目就不清楚了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啦 崔恬他就说 其实有没有AES都应该要守法的 确实啦 就是不要 因为我看到其中有一个人留言啊 他就有说 要知道哪里故障 然后哪里就会加油踩吗 这样子 就是说 有一些人是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的 就是这个AES有在操作 然后我就 我就奉公修法 然后去那边 他故障了 我就踩油 真的本末导致了 这样子的情况 LV是觉得不应该公开哪一个坏 但是应该要尽快的维修 不然一直拖下去 只会变成废铁 也是如果有坏了 就要把它修过来 也希望接下来 部长可以跟我们说明 到底这个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可怜的AES 不要让他自身自灭啦 就已经装了上去了 过后他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呆着 我们都不希望是那样子的 我是冠贤 我是Denise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给你带来新闻线 这样子的关系好事发生了